小脸 余小脸 收到 收到 你在哪呢 我在消防通道 盯车呢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现在马上跑步 到我的对讲机里来 啥 不是 你现在马上跑步 到物业来 收到 收到 余小脸把我气死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小区呀 安全交通通道 是属于消防的通道 这个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一旦要是发生了火灾 如果你有车在这的话 消防车进不来 后果不堪说假 我跟他说 你听住了 那个地方不能停车 然后往下 叶航 余小脸啊 你说你那么个脸 你老往上里脸 脸上贴什么玩意 你老贴啊 你叫我来的吗 我让你干啥去了 停车 在哪里停车 消防通道 你到那儿停了吗 一直在那儿盯着呢 你拉倒吧 我刚才看了监控了 那地方停着一辆车 我私自就盯着那台车呢 我让你在那儿盯着车 往死了盯着 我让你盯着 那个地方不能停车 这么个盯着 明白不 你说的是 盯着啊 盯着啊 我以为你让我盯着呢 废话 我要让你那么呢 我就让你看车了 明白不 盯车 盯车 我幸亏没让你去打车 打车你还拿个棍子 把人车砸了是不是 明白了 回来 打开了 我跟你说呀 我发现我们这个物业保安哪 这个智商要提高啊 哎 赵经理 你这么说话有点让我心寒了啊 怎么呢 我跟来你干这么长时间了 咱哥俩 心里心沟通和交流 啊 你说你既然怀疑我 开始怀疑我的智商 你怀疑我智商哪方面 行行行 我跟你说啊 这个这么高深的问题 咱们就不讨论了啊 来来你过来 什么事 我给人打个电话 没留电话呀 不可能 手机 确实没有手机号码啊 他就留了一个八位的密码 二三一八 四六七八嘛 那不是坐机电话号码吧 不可能是坐机 怎么呢 没有区号啊 小区坐机要什么区号啊 赶快把电话号码给我 我给人打个电话 你干啥 我让他挪车 不是不是 你要让他干啥 我让他挪车 赵经理 你听我的啊 打这个电话没有用 怎么呢 你太不了解 咱们现在这个业主就亲礼了 我跟你说 你要给他打电话 他肯定不能挪 然后就来回给你在那打太极 拉倒吧 你打什么太极 把号码告诉我 快说 二三一八 四六七八 喂 您好 您好 消防安全通道那儿停了一辆黑色的车 是您的车吗 是我的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地方不能停车 您现在马上下楼 把那个地方的车挪开 好吧 哎呀 太不好意思了 那麻烦问一下 您现在在哪呢 我在物业呢 哦 那行这样 我到物业找您 附近请罪 然后我再挪车 行不行 哎呀 不用啊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喂 你看多好 多好 哎呀 这就是要跟你打太极 知道吧 打什么太极啊 你说他要是震动车 下楼挪车不就完了吗 跑你物业来干啥呀 看你这个人呢 你就把人家想的那么复杂 人家是来物业 跟咱们承认个错 不是 我怎么跟你说 你就不听呢 赵经理 谁是物业啊 谁是物业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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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物业 你好 吴先生 我还有我 你好 叶先生 那个 是这样 我们是物业 但是我们不姓物业 不姓业 我姓赵 赵先生 对对对 我姓于 您是那个 于先生 车主啊 那个地方 等等等会 不着急 来来来 坐下坐下 别举速 来来来 别举速 那什么 你俩喝点啥呀 喝点啥行不行 挺观音 我找你挺观音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您来 我们这不是茶馆 这是哪儿啊 这是 我们是物业 物业 对对对对 那个车是您的车吧 挪车 对 那个地方是消防安全通道 那不能停车 咱必须得把车挪开 挪车真是太重要了 一旦发生火灾 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通道 进入到我们的小区 结果发现有一辆车 正在那挡着呢 你们两个作为物业 有义 并且有权力 保证我们小区的安全 对 所以说 安全通道 就是我们小区的 安全之门 发生危险 迅速报警 轻从指挥 不练财物 迅速撤离 看清标识 熟悉路线 弄失衣物 捂住口鼻 不升电梯 贴墙前行 弯腰逃生 做你们自己的生命导演 祝大家观影 愉快 观场灯 赵经理 咱今天看啥片啊 看太极张三峰 看什么片子 把他给我叫回来 哎呦我的天呐 把他打太大了我跟你说 这要了命了 回来回来 来来来来 这位车主 哎呦我的天呐 你太厉害了啊 在这忽悠的请明媚啊 我以为放电影 我差点买爆米花 你不觉得 就这位车主 我跟你说 不是没明白吗 不是听我跟你说 我们不是让您介绍安全须知 明白不 我们是让您哪 把那个车挪开 那儿不能停车 明白不 车必须挪 啊 对对对 那么我为什么不挪呢 啊 因为我的妈妈 我妈妈就住在消防通道里 我在当晚 住在那种楼里 我把车停在那 离我妈妈最近 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拿完东西怎么办呢 我不得陪我妈妈聊聊天吗 现如今 留给我们看妈妈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那么就说你们两个吧 最后一次见到妈妈 是什么时候 我昨天见的啊 你很甜脸说呢 都过去24个小时了 你呢 我是上门女婿 站起来 都插门 你都把门插上了 你能见到妈妈吗 你入学的新术帮 是谁给你拿 你雨中的花折嗓 是谁给你打 我爱吃的三千千 现在是我妈给我包的啊 我眼中的泪花 是我妈给我操 我的老夫妻 我的疼爱的人 哎呦 那啥 富原呢 你再给我点一种 那个在那头花生的地方 你这种来了 我看你啊 行了 那什么玩意 唱卡拉OK来了 我说这位业主啊 咱不打太极行不行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 让你挪车 明白不 明白 但不能挪 为什么不能挪呀 我妈现在正想给我包 三鲜馅的饺子 我还要尝尝我妈的味道呢 哎呦 别捣乱 我跟你说啊 我最后再跟您说一遍 您把车挪开 挪不挪 不挪 好 既然您这样的话 那我对不起 我就不客气了 好不好 你能怎么样 我只能给交通队打电话 还给交通队打电话 哎呀 喂 交通队嘛 我们小区啊 消防安全通道 停了一辆车 车主呢不挪车 麻烦你们派拖车 把车拖走 好的 谢谢 好 解决完了 哎不是 哎哎哎 你给我回来 干啥呀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把你的车拖走 行 嗯 行 你们知道拖的是谁的车吗 谁的车呀 哼 说出来吓死你们俩 你们董事长的车 哎呦 我的天啊 这别在这吹牛了 这董事长车能让你开 你谁呀 哈哈 哎 哎 哎我是你们董事长的 小舅子 哈哈 哎呦我的天 产生 完了完了 你咱就不中心眼上了吗 你别听个瞎扮 哎那什么 你就那个哎呀 哈哈哈哈 嗯 哎 小舅 小舅的哥呀 哈哈哈哈 那个 那什么你是你啥时候来的 你咋不告诉我一声 哎 刚才我那个车 我一直给你盯着呢啊 盯得非常好 那什么你没事了没事了 你赶紧回家吧 尝尝妈的味道吧 哈哈哈 行 那我尝我妈的味道去了啊 行 赶紧回去吧 你那车一会儿就拖走了 哎呀 你这是有点吓唬我呀 怎么的 我看不给你是点招 你是不相信呢 啊 喂 哎 姐夫 哎是我 怎么了 有人欺负我 哈哈 你怎么了 有人要挪你的车 啊 不是 你赶紧给我来治他 谁要挪我车啊 董事长 哎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我来下来检查检查 好好好 董事长 吓死我了 我以为这这么养着脏骯子这是 董事长 董事长 别瞧上别瞧上 恶人先告状 你先听我说姐夫 这是我的词 姐夫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好好说慢慢说 你给我俩制他 我来这小区看个人啊 把车挺好好的 他俩非要给我挪了 哎 我还正想问你呢 你跑这干什么来了 董事长 她说她来是看你妈来了 我妈在哈尔滨呢 什么时候来这来了 你别听他 那什么 那什么 我来看我女朋友来了 哎 你女朋友不在那个小区吗 怎么 怎么回事 怎么又跑这来了 啊 那个 不是跑这来了 是我换了 哎呦 我跟你说 你小的血性真强啊你 谢谢姐夫啊 姐夫 你这样 你必须给我俩制他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制他啊 我回家告诉我姐 我让我姐制你 我就看我去送你家租 我告诉你 我看你制不制他 你怕我姐包 行行行了 你让钢子过来 赵钢子 哈哈哈哈 董事长叫你过去 你去 钢子 那个 怎么回事啊 那个 领导情况是是是是是这样的 那个 你你这小舅子吧 他把车停在咱们小区的交通安全通道那 我让他把车挪开 他就是不挪 不是咱不是规定了吗 是不是 这个地方不能停车 我没办法 我就给交通队打个电话 让他来拖车 把这车拖走了 哎呀 钢子 你这是做的对 我跟你说 我这个小舅子 不省心 咱每天干啥 搞得像 看电影 唱卡拉OK 明白 刚才已经进行了才艺展示 钢子 这都咱家里的事 是 我希望你处理好啊 你你你怎么处理的 我就给交通队打个电话 让他来拖车吧 你你赶紧告诉我不用来了 我们自己挪 好你放心吧 好嘞好嘞我马上到 对不起啊 这点事咱们处理好了 这忙啊 哎哎哎哎哎哎呦 交通队来电话了 太好了 正好正好 哎哎交通队吗 哎哎我我我是赵钢子 啊 哦 哦 明白 成功了 懂了懂了好的 董事长成功了 太好了 车已经成功的拖走了 嗯 切瘦 啊 你看看这就是你手里的员工啊 就这么的把你车拖走了 哎哎哎呀那我是董事长 这面子往哪儿拖 哎你真是 你别说了 我跟我这 赵钢子 啊 哎哎 你 真能干的 你你你能干 应该是 啥也别说了 交警队一会儿就挪走了 已经挪走了 我感觉你也该挪挪了 啥意思 啥意思 你该挪挪了 对 还啥意思 挪你 姐夫 给他挪到焦虫去 还有那小子 给他也挪走 都给挪了 你新来的吗 都让 哎呦我的 你好好说 好好说 什么情况 或者你 你这脸你往那边伸 往那边伸这脸 你说 其实是这么个事 都是他让我挪的车 但是我完全没有听他说 不信你问问你小舅哥 我是该看电影看电影 我该唱歌我唱歌 哦 哦 就是适当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应该给赵刚子挪个窝 然后我也好有地方往那搁 但是这话咱不能那么说 都怪赵刚子太浓自窝 哎呀你还挺能干 那你有什么想法 那你有什么想法 董事长 嗯 我是一名保安 但是 我是按照一名物业经理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 哦 就说如果赵经理他要是往上那么挪一挪 我呢 我就不行我送送他 行了我知道了 他往哪挪不用你说 刚子 哎 行了 这事已经都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 那个 老总 嗯 是 是这样 嗯 反正这个 这个规章制度吧 是咱公司定的 是不是 对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执行 而且这些个规章制度 嗯 都是您亲自定的 是吧 是 如果您要觉得我 我那啥了吧 哈 你也可以帮我那啥 好 我也只能那啥 但是我最后要说一句话 嗯 既然你们定了那啥 咱们就应该那啥 现在你又不那啥了 最后结果就是全都那啥了 行了 董事长 我啥也不说了 我现在马上那啥 我等等 刚子 你听我说 那啥 我是说 赵刚子 你实在 不适合在这个物业 那啥 明白 您想让我去哪儿 那啥 你应该 到总公司 那啥 对 结果 丁总公司 哎 怎么往上挪呢 这个 诈一问吗 像赵刚子这样 啊 尽职尽责 踏实靠谱的 就得往上挪 董事长 我愿意跟赵经理 一块儿往上挪 哎呀 我发现你也是个人才 你这嗓门也挺大 但这小区有点扰民 我感觉你应该往郊区 那个物业挪一挪 不是 结果 那我做咋整啊 你好办呢 郊经把车都挪了吗 你也挪挪 到交警队把罚款交了就完了 啊 我走了 我到小区转转 不是 姐夫你啥意思 董事长慢走 你要给我这么挪的话 我告诉你 我回家告诉我姐 让她给你睡觉的地方 你给你挪 董事长慢走啊 董事长慢走啊 董事长 董事长 你这些妖王总部挪了啊 那个是这样的 我挪不挪总部啊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会挪到郊区去的 别这样啊 赵经理啊